有一個故事 我從來沒有到人家知道過 就是我第一次講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有認識了一個 超級大牌的經紀人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人 從房間走出來 然後他是穿著浴袍 對 是男生 是一個老男人 穿著浴袍 聊一聊 這個男的就突然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換腳 這樣換腳 然後 大紅仔翅對不對 然後下面沒有穿 裡面是蛇 然後都沒穿 他們還會有稍微影射 我問我說 我是不是就是 有沒有喜歡 喜歡怎樣子的工作啊 然後喜歡 是不是有沒有 對男生有興趣啊 你看 還開玩笑 測試 我就直接說 我超愛女生 我超多女朋友的 我超愛XX女生的 他就不再換腳了 就是在你們早期 比較 比較早說到的時候 有遇到 被前輩性騷擾的話 你們會怎麼做 早期的時候 就是比較詮釋的人 以上對象的話 像小日卡 你啊 我先啊 你還是男孩的時候 男生女生也男生 男生女生也男生 你看他就是嫩嫩的 對啊 基本上 我幫我其實 我沒有受到什麼太多 什麼性騷擾這種 怎麼不太會有 男生其實比較少一點 還是會啦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故事 我從來沒有讓人家知道過 就是我第一次講 就是以前呢 我媽會看報紙 她看到有人在爭演員 或是經紀人在 想要找一些人來簽的時候 我媽就寄我的資料過去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認識了一個 超級大牌的經紀人 他是非常非常有名 就是比你的年代 還更早更早 然後呢 她那時候認識的時候 她就來看 我在學校的歌唱比賽 那她也沒簽我 她也沒簽我 她就是想要看一下這樣子 那看了比賽 然後她就覺得 小玉表現不錯喔 不用簽約沒關係 但是我們去拍照 我說好 那我們就去拍照 我到那個攝影棚之後 我嚇到 我是跟另外一個大咖演員 哇 那感覺是認真 起飛了 她是真的是那種 Top的那一種 然後我是在她拍完的中間 然後小玉翻離開了 然後我就用她的棚來拍照 那真是你 精采沒問題啊 她就坐在我旁邊補妝喔 我是一個那時候 十七十六歲而已 我就覺得 這個經紀人真厲害 遇到太強 後來 因為我要考試 後來就沒有什麼在聯絡 等到我十八歲的時候 過年 她就約我在 這個就是不是編的 金山南路 登岸路那邊 有很細 有一個交叉口 然後那邊有一個豪宅 她就約我去那邊 她說 那個過年了 來那個什麼什麼歌 來給你一個紅包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很窮嘛 那時候想說 小朋友聽到紅包就很愛情啊 太棒了 然後我就去了一個 進去一個豪宅的 那個一個別墅裡面 然後就 那個經紀人坐在沙發上 然後就說 嗨 我來了 嗨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人 從房間走出來 然後他是穿著 浴袍 對 是男生 是一個老男人 他的浴袍 然後我就 嗨 你好 因為我也 他沒有對我做什麼 我也覺得OK 對 正常 那我就坐到他們的對面 我坐到他們的對面 然後他們兩個人 住的時候也在我對面 我就在正常聊天 聊一聊 這個男的就突然 這樣子 就是換腳 這樣換腳 哎唷 然後 大紅斬刺對不對 然後下面沒有穿 裡面 蛇 然後都沒穿 哇 一個大紅斬刺 在這個中間 在這個中間呢 他們還會有稍微影射 我問我說 我是不是 就是有沒有喜歡 喜歡怎樣子的工作 然後喜歡 是不是有沒有 對男生有興趣 你看 還開玩笑 測試 這一次我做的測試 對 然後 我後來就是 我直接 當下我直接了當 我就直接說 我超愛女生 我超多女朋友的 我超愛女生的 這個有辣耶 你為了不想輸 真的 真的 也很想輸 我超偉 我是前哨 我每天都要 這個這個我都要 這個女的我都要 冷靜 冷靜 你每不想輸了嗎 沒有分數也沒關係 就一個懲罰而已 在這個之後呢 他就不再換腳了 然後那個 那個穿浴袍了 他就進去了 他去穿古書 對啊 就想說沒意思 其實就是測試 對 然後 後來我還是收了紅包 那個紅包有 大概六千塊 可以收 可以可以 他就放你走了 他就放我走了 因為我要去看眼科 對 差不多是這樣 直接給分囉 這個很願意 這個比這個好多了 對 對 故事超沒成績的 他一直暗示我說 你喜歡吃焦麻雞 好險出擊 然後那邊翻個範 以後我沒有 我被打不起來 我吃素的 我就跑掉了 我超愛吃素 假故事 我就被他這樣講 然後就嚇到 一 二 三 哇 覺得很棒 謝謝